大家好 今天要介紹的是傳動輪的分辨篇 那關於這方面你有困擾嗎 是是常常的關於皮帶輪以及齒輪 會有分不清楚的狀況 以及說我們在做溝通的時候 可能你要說皮帶輪或是帶輪的時候 導致說你可能講錯了名稱 在溝通上會有出路 導致說一些溝通上的不便 那如果你有這方面的困擾 等一下會來介紹給各位 怎麼樣快速的去分辨出傳動輪是哪一種形式 以及說呢我們所看到的這類的傳動輪呢 我們在什麼場合呢會運用到它 以及說幾個範例來解說給各位更清楚 那這裡我們要怎麼樣去分辨它呢 我們繼續看下去囉 首先呢我們先來了解一下 怎麼樣分辨皮帶輪呢 那這裡呢我們最直接的就是看它傳動的時候呢 我們中間會不會有一個皮帶的戒指 那這裡呢通常皮帶輪呢 我們從字面上就可以知道 它一定會有皮帶跟一個傳動輪 所以呢它這個傳動輪就屬於皮帶輪 或是帶輪、鋪力 我們所指的都是同樣的零件 那這裡我們來看一下 一般呢我們會比較常看到的是畫面上這兩種 第一種呢是多勾型的 或是廣角型、V型等等的這類的 甚至有些是平皮帶 我們所看到的是這種皮帶輪來做傳動 那第二種呢是屬於石龜皮帶 那石龜皮帶的意思就是 皮帶上呢會有一尺一尺的 跟我們的皮帶輪一樣有一尺一尺來做契合 來達到說傳動的一個功效 那兩者的差異在於說 我們一般這種多勾型的啊 比較容易打滑 那我們如果使用石龜皮帶的話 打滑的那這種 機率就會比較低 所以我們有時候呢會看到一些 我們在做機密定位的時候呢 就會運用這種 石龜皮帶也是還蠻多場合會運用到的 那我們等一下後面呢 飯店應用的時候會講解到這一塊 那這裡呢 我們常常就會跟齒輪座混淆 因為它這個形狀呢也是一尺一尺的 所以導致說 我們有時候甚至會誤會這類的零件呢 它是屬於齒輪 那關於石龜皮帶呢 它的形式也是非常多的 那今天呢最主要是 講解給各位怎麼樣快速去分辨 所以關於它的種類呢 這邊就沒有另外再去做探討它 那這邊呢我們先來了解一下 該怎麼樣呢快速的去分辨出 這類的傳動輪它是屬於皮帶輪喔 接下來呢我們要介紹的是 皮帶輪的一個範例的解說 那這裡呢我們在解說之前呢 我們先來了解一下 一般呢我們的皮帶輪呢 往往都會跟馬達跟皮帶來做一個 傳遞的一個戒指 所以呢我們會看到說 皮帶輪往往會出現在 有馬達跟皮帶的地方 所以這個部分呢 通常因為它是屬於會旋轉傳遞的 甚至有時候呢 這類的結構會有高速的旋轉 所以往往我們從外觀上呢 是看不到 導致說我們可能不清楚 有一些結構呢 它裡面是屬於 皮帶輪的一個結構 像是汽車的引擎 我們如果把引擎蓋打開 我們就會看到 內部呢也會有皮帶的傳遞 或者是摩托車 摩托車的話 如果我們有把側邊的蓋子打開過 可能會看到內部也會有皮帶的傳遞 以及說有一些呢 是屬於鏈條鏈輪 那等一下後面呢 有講解到的時候呢 再來跟大家做說明 那這裡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所以它可能會藏在內部 那所以 我們從這個地方可以看到說 這裡是馬達 那馬達這裡呢 我們就看到 石龜皮帶輪 剛剛所介紹的 有一匙一匙的 運用石龜皮帶來做傳遞 所以馬達在旋轉的時候 就會帶動這個地方做旋轉 那前面的地方呢 是屬於一個氣洞的一個夾爪 所以呢 它也會跟著做旋轉 所以這個弓箭呢 我們放上來之後呢 它會做一個90度的一個旋轉 然後呢 馬達帶動之後呢 夾爪就會開始旋轉 所以呢 這個運用的地方 就是用在說 我們這個物件呢 要用雷射的雕刻外型 所以運用這個結構呢 讓它這個地方呢 可以緩緩的做旋轉 讓它呢 雕出外型的部分 所以是運用這種地方 運用到這個 皮帶輪 以及皮帶 來做傳遞 那當然這部分呢 細部的話 留給各位來做探討 那這裡呢 我們就來觀察一下 我們身邊有什麼樣的元件呢 有運用到這種 皮帶輪 以及皮帶呢 以及馬達之類的 這些的結構 來做一個整合的一個小運用 接下來呢 我們要介紹的是 齒輪的快速分辨 齒輪呢 跟剛剛我們所介紹的 皮帶輪裡面呢 有一個死龜皮帶呢 是非常相似的 那這裡我們要怎麼分辨呢 一般呢 我們所看到的就是 它傳遞的時候呢 是不是呢 齒輪跟齒輪之間呢 是做傳遞的 因為齒輪的傳遞呢 就是齒與齒 或是齒與齒條 或是鍋桿鍋輪 這類的 零件與零件呢 齒跟齒輪互相 碰撞配合在一起 來做傳遞 通常這方面呢 如果是這張直接傳遞的 它是屬於齒輪的種類 如果說 像剛剛所介紹到的 它中間還有一個 皮帶 石龜輪 跟石龜皮帶 來做傳遞的時候呢 那它就是屬於 皮帶輪 所以這方面呢 我們可以從它 傳遞的過程呢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它是屬於齒輪呢 還是屬於石龜皮帶輪 當然我們從外觀上 也可以看得出來 那一般我們所常看到的 像正齒輪 我們會從這邊看出來 那像剛我們所介紹的 石龜皮帶的時候呢 我們一般會看到 石龜皮帶輪呢 兩側會有比較高的地方 這個呢 是防止說 我們皮帶在傳遞的時候 會脫鉤 一般會做這兩個 一個高高的地方 那這裡呢 如果沒有這個地方呢 我們只是單純中間 的地方呢 一般它就是屬於齒輪 當然我們還是要分辨一下 它的外型 那齒輪的話 一般呢 我們可以從這個地方呢 可以看出來 它像是正齒輪呢 或是 斜齒輪 人之齒輪 閃齒輪 等等的這類的 我們從外型呢 就可以看出正類的 那這裡呢 關於齒輪的種類呢 如果有興趣的 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說明 這裡會有齒輪的種類的認識篇 更深入的探討 可以讓大家 學習更多囉 好的 那一般齒輪的一個應用呢 往往都會運用在哪裡呢 其實齒輪的運用呢 在關於齒輪箱呢 運用的是非常多的 齒輪箱的話 一般呢 都有一個殼體 像是 跟馬達做結合的 像是一些 可能是行星齒輪 或是有一些是正齒輪的 甚至呢 有一些呢 它可能是 閃齒輪 等等的 那如果是說 在一個 減速機裡面的時候呢 或是齒輪箱 往往呢 我們就比較不容易 可以看出齒輪的結構 那關於 減速機的部分呢 這裡呢 影片會放下這些說明 如果有興趣呢 可以到減速機的認識篇 這裡我們可以認識一下 關於這方面的一些結構 這裡呢 我們來介紹一下正齒輪的傳遞 一般呢 我們所看到的是這樣子 這裡呢 馬達端呢 會有一個齒輪 這裡會有另一個齒輪 所以齒輪跟齒輪做搖合的時候 跟我們剛所介紹的 皮帶輪不一樣的地方在於說 它中間沒有透過 皮帶的傳遞 所以我們從這裡可以知道說 齒輪呢 它在傳遞的時候 是齒跟齒做一個契合 所以呢 齒輪它的結構呢 這個強度呢 就非常重要 以及說 它這個地方呢 會有損耗的問題 所以一般呢 我們所看到的這類的 如果它是屬於高速旋轉的時候呢 往往我們會做一個殼體 然後呢 裡面會有一些潤滑油 我們在齒輪在做傳遞的時候 這樣子呢 它的壽命會比較高 當然如果只是一些簡易的 轉速又比較慢 你可能是拿來用一些簡直去用的 我們可能可以做一些裸露的一個零件 變成說 齒輪可能做成耗材 損壞之後直接做更換 這樣也是一個方式 所以這裡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就是透過齒輪的傳遞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它的轉速其實是非常慢的 它這樣很慢的去做移動 這樣子呢 它就會把這個夾爪呢 換個方向 我們把這個地方呢 原本呢 從這裡 夾到另一個地方 換個轉向 換個方向 所以我們透過這個正齒輪的 其中一個結構呢 來運用這個動作 所以我們看到它轉速這麼慢的時候呢 往往我們在馬達端呢 就會做一個減速機 讓它這個轉速可以變慢 以達到說我們 就算轉速這麼慢呢 一樣可以達到我們想要的努力 那這裡呢 讓大家了解一下這方面的結構囉 再來呢 介紹的是 煉輪的分辨方法 那這裡我們從外觀上可能呢 會誤會呢 它是正齒輪 那我們如果仔細看的話 會發現 煉輪的話 一般它的寬度這裡呢 會比較窄一點 所以呢 我們常常會看到它是使用板金來做製造的 它可能是用雷射切割 或是板金沖壓成型之後呢 甚至有一些呢 會在中間焊加工件 焊滾之後呢 來做車修的動作 做中間的通孔 以及說拉劍掌的動作 以達到說 我們在其他的運用場合呢 可以去做一些固定 那再來我們在傳遞上就會多一個零件 叫做鏈條 所以 鏈輪跟鏈條兩者呢 它的規格要一樣 所以這個尺呢 跟我們的鏈條 鏈條太好分它的Pitch是多少 寬度是多少 所以這樣子呢 我們在傳遞的時候 才有辦法 每一尺呢 跟這個鏈條做契合 那其實 鏈輪跟鏈條呢 我們在非常多場合都會看到它 那我們最常看到的就是 我們小時候可能都有騎過呢 腳踏車 就是屬於鏈條跟鏈輪的結構 那有一些摩托車呢 我們也會看到它 像是擋車 那以及說 有一些 我們可能有看過它 但是呢 我們沒有去 仔細去發現 像是 有一些 車 它有輪子就是這類的 那各位有沒有想到 什麼車的輪子會用這種呢 那就是 怪手 以及戰車 我們仔細去看 它底部呢 是履帶 其實履帶它的結構呢 就是 鏈條跟鏈輪 只是說 它的鏈條的外邊呢 有做一個鐵板 包覆住 變成說 它這個是它底部的輪子 這樣子 履帶的傳遞的時候 它就可以往前跟往後的移動 這方面呢 它的這個 結構的應用 也會應用在這類的一個重型的機具上面 以及說 我們有時候會看到堆高機 堆高機在 夾爪在往上升的時候 我們也會看到這種 鏈條跟鏈輪的一個結構 那這裡等一下呢 來介紹一下 應用的地方呢 來跟大家做一些解說 那這裡呢 我們就來了解一下 原來鏈條呢 是要這樣去做分辨 以及說鏈輪呢 要怎麼跟齒輪做區分喔 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關於 鏈輪跟鏈條呢 它的應用的說明 那這裡我們看到 它是屬於一個 生產線的一個輸送履帶呢 我們會看到的 那所以輸送履帶呢 一般呢 我們在鏈輪的地方呢 可以跟馬達做結合 那結合之後呢 我們就會看到 馬達一般可能也會掛減速機 跟它做結合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透過這個鏈輪的傳遞呢 來跟這個鏈條的一個傳遞 導致說我們可以控制它 往前往後 來做一個輸送的一個動作 那我們可能在平台上呢 可以做加一些感應器 可以達到說 我們可以做怎樣的動作 有一些呢 它可能是做一個 生產線的運輸 甚至說是一個 包裝 要做一個包裝的動作 也可以運用這類的 所以這裡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裡是透過 這裡會有鏈輪 所以一般鏈輪呢 會兩個 前後各一個 然後呢 中間呢我們再把這個鏈條呢 把它固定上去 所以呢我們會看到這個傳遞呢 它會有一些損耗的問題 所以有時候呢 我們在做保養的時候 這邊都需要做上游 那這裡呢 如果是有在保養擋車的 可能會比較清楚 擋車呢它這部分呢 也是類似的結構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呢 都會做一些保養 做一些上游的動作 那這裡呢我們可以看到 在傳遞的時候呢 我們會用到大量的一些 軸程 因為 傳動元件 往往都是需要一些 有些甚至呢 是需要精密一點的 所以有些甚至呢 是 它的轉速是非常快的 所以一般呢我們在做 傳遞元件呢 不論剛剛所介紹的那些 是皮帶輪啊 齒輪啊 或是鏈輪呢 往往我們都會跟 軸程 這類的零件來做搭配 那關於軸程呢 你如果不了解了 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說明 這裡會有軸程呢 入門認識篇 來了解一下 軸程呢 是怎麼樣的零件 跟 如何去運用它 最後呢 來做傳動輪分辨篇的總結 那剛剛所介紹的 皮帶輪 皮帶 齒輪 鏈條 鏈輪 那這類的元件呢 我們怎麼去分辨它呢 所以剛剛我們所 介紹的是 蠻詳細的 那關於這方面 如果你還是不了解 可以到前面幾個章節 我們再來做一些 學習的範例 以及說 我們怎麼去分辨它 那這裡呢 我們所看到的是 傳動的一個零件 所以呢 它其實呢 還必須搭配 其他的元件 我們才可以做使用 像是軸程 軸程也是 至關重要的零件之一 一般我們這類的 傳動元件呢 都會跟軸程做搭配 那如果你 對於軸程呢 是比較不了解的 你可以到影片底下說明 這裡會介紹 軸程的認識片 我們可以再做其他的 學習跟應用 以及說 我們軸程呢 還要跟 加工的一個 新軸 或是馬達 齒輪箱等等呢 來做搭配 那我們所運用的呢 其他的還有非常多種類 我們才可以把它 轉合成其中的一個小結構 那結構呢 我們要怎麼去運用它 那所以呢 我們就要看說 我們的場合 要用什麼樣的傳動元件 有時候呢 我們適合的是 皮帶輪 有時候適合的是 鏈輪跟鏈條 以及說 有個地方呢 比較適合齒輪 那這裡呢 它是屬於比較細部的 所以我們就沒有另外探討 今天最主要呢 是探討說 我們怎麼樣呢 快速的去分辨它的種類 以及說 它可以運用的場合在哪裡 那這裡呢 就介紹給大家 來做一個簡易的學習 那今天的教學呢 就到這邊為止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學吧 掰掰